太后置身一人去探望迎钱 迎钱叙述自己对威央的刻骨仇恨 有人说他不能放下丝绸心胸狭窄格局太小 可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 正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他能接受处罚却接受不了羞辱 通过此事也反映出刑罚的问题所在 过分严苛不尊重人格 迎钱不恨任何人依然深恨魏央 任太后怎么做思想工作也无济于事 魏央与盈玉顺利大婚 老甘龙感慨魏央已成大事 魏央终究成事了 新婚之夜盈玉独守空房 并暗暗告诉自己要小火慢顿 你远没实现你的抱负 秦果在你的眼中还远没强大 盈玉啊盈玉 你完成了婚嫁事业 终于做了他的妻子 可是你该如何做这里的主妇 该如何有自己的父亲在这里 引诵美丽的师长 魏国调集大军动向不明 魏央喊来车英 任命他为秦国新军主将及国卫 大力推行军队改制 车英 自今日起 你便是秦国国卫 建立新军主将 你要全力招兵练兵 两年之内练出一只 至少五万人的精锐新军 大量糟 国卫是国家重臣 国字旺博足 只做新军主将最可 待魏央处理公务归来 已是天色威名 两人先成婚后恋爱 洞房里面下起了围棋 孝公眼中泼辣的感动刀子的妹子 在魏央这里奄然一只温馨的小白兔 别管女人难伺候 就看魅力够不够 魏央待校公踏刊新都选址 甚是满意 取名咸阳 计划四年完工 与魏国已建造多年的大量 同时迁都 工程如此浩大 之所以有信心四年内完工 是因为用工不局限于秦国 针对全天下工程队招标 体现出此时秦国的大格局 大量奏 要是和魏国同时迁都 那老魏王 被气外的鼻子不可 盈狱在秦川各地 遍寻迎寺 警监向魏央汇报工作时 有关山东的一些消息 不够确实 于是想到了曾经的消息海 洞乡村的主人白雪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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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